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国安战略专家陈文贾教授 大家好 新北市议员财务分析师廖一坤一坤兄 主持人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吉文兄 大家好 以及美国共产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Ross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来看的就是香料之路 这是一个新的名称吗 要对上的是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 今年是一带一路推出的十周年 但就在看到这个时候呢 印度推出了香料之路 好 这是美印共同推出这个香料之路 英文是spice root 这是由印度 美国 欧盟 还有沙古地 阿拉伯等国家 共同签署协议 要建造的是一条连接印度 那么中东还有欧洲的香料之路 预计这条香料之路呢 包括以色列还有约旦呢 也都会共同来参与这项计划 而目的很清楚 就是要抗衡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但是我想先请Ross带我们来了解 这条香料之路 它大概主要或是比较重要的 一些内容跟方向 还有你觉得它有办法抗衡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计划吗 主要的内容是从欧洲到印度 中间不管是要盖铁路 或者用船的方式 用海运 那就是一条龙 从欧洲可以直接出口到印度 但是问题是印度不太想进口东西 因为我们都知道Modi 它是推动一个叫做Make in India 所以它的focus 百分之百都是在出口 而且最近有一点点 因为跟中国要脱锅 所以有些厂商从中国把制造 移到印度去 包括台上也有 尤其是在科技业者 但是Modi 他不想开放其他国家的东西进来印度 他就是希望Make in India 可以出去而已 但是不要进来 所以我真的对这个计划 真的有很多疑问 因为会不会成功 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玩意 目前在台面上看到 是由印度发动的 发起的 但是也看到美国在后面 其实扮演着蛮主要的推手 我想了解的是说美国在其中 扮演的关键角色 你的观察是什么 至少或者最多 美国可以提供融资 financing 美国也有 财务上的 美国有export import bank 或其他的国际平台 不管是IMF或World Bank 都可以经过这些平台 提供融资 但是美国公司 美国企业 怎么会去沙罗地阿拉伯做一个铁路吗 连我们美国的铁路也走不成 我们美国也没有高铁 对不对 那美国的企业怎么会去沙罗地阿拉伯做一个铁路 这个可能是欧洲公司比较厉害 现在看到这条香料之路 其实从印度 我们刚刚讲说 然后往西到中东 然后再往西到欧洲 目前在台面上大家听到就是说以经济为主 可是未来有没有可能 因为大家现在来看 虽然说这些国家都强调说 跟安全 就是特别是地缘政治 国家安全比较没有关系 跟战略方面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未来有没有可能 进一步的从经济转而 向战略安全部分 我觉得本来就是了 因为他们要说服很多国家 不要跟这个一带一路走得太近了 我们用另外一个计划你都可以参加 但是数字会说话 多少国家会去参加这次一带一路的高峰会 那多少个国家在第一时间有参加香料之路 不多了 真的不多了 不过你刚刚提到一带一路到底有多少国家会参加 目前知道的是已经有110多个国家的代表会 确认与会 但先来看香料之路跟一带一路之间的PK 我们从中间的这一个示意图来看 你可以看到那个路线非常的清楚 刚刚就讲到从印度到中东再到欧洲 这个铁路跟海上的这一条通道 香料之路呢 那么全称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它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IMEC 横跨两大洲的铁路跟航运的线路 东部走廊连接印度跟阿拉伯安 那么北部走廊连接阿拉伯湾跟欧洲 所以英国卫报也这样分析 说这条经济走廊呢 可以使得印度跟欧洲之间的贸易速度加快大约40% 而且还有助于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好 从目前所推出的这两条经济的走廊来分析的话 文教老师认为这条香料之路 现在看到它以经济为主 但是它能够发挥多大的经济效应 其实就这个层面来讲 我应该先来补充一下 其实这个莫迪2014年起上任之后呢 他把这原来是1991年的这个所谓的东向政策 变成东向行动政策 代表说它要跟东向就是要跟亚洲一个连接 那你看到在这经过这个在G20的时候 他提出他要连接这个到欧洲去 那显得意见了 他从东的一个东进的一个行动政策 然后到现在的一个应该叫西进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地缘的连接 此外呢你刚讲这个经济的部分 当然我们想说就是刚刚您一直讲的 就是说有关于他也要跟这个中国的一带路 做一个PK 因为当初一带路的这个倡议是在2013年 那你想十年后 其实这个中国在这个一带路 其实是也有所成果 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基础建设跟这个资本的输出 是我想说现在140几个国家来做一个呼应 那所以他这次呢当然就在经济 以经济为主来希望透过一个 当然几个部分就增加了贸易量 因为毕竟他这个在接着这个东进之后 他现在又这个这个所谓香料 来连接这个所谓的欧洲跟亚洲的一个连结 这是在贸易的部分 物流的部分 那第二个吸引外资 因为我们知道就像中国的一带路 他也是要所谓的这个基本资本的输出 那此外呢他也是希望吸纳更多的外资 能够到印度来 那当然还有这个促进一个旅游业 因为毕竟这个香料之旅 看起来是很有历史的一个典故 看起来是微微想去 看它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路 去一滩就紧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经济层面之外 更重要是他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 因为印度呢 其实他现在呢 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这个 有点紧张 由于这领土的关系 此外呢 我现在终于可以补充一点 为什么当初习近平 他不愿意去参加这个集团体 原来呢 他知道早上已经在有梗了 原来他集团体要签着这个香料之旅 这个香料之旅 那你不愿意跟我们打对台 这我想说可能媒体上少了这一段 我想说原来这个是里面是有所梗也有所细的 当然呢这个习近平他就不愿意去 那到时候你都故意在我面前 来用推这个所谓的香料之旅 这路来打我们的一带路 所以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补充 这摆明了就是这个莫迪在摆谱 让习近平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一带一路呢 遇到了这个香料之旅 当然这个香料之旅到底能不能够抗衡 这个后续大家还要再观察 不过看到一带一路从2013年9月7号推出之后 到今年2023已经推出正式10周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届的一带一路的峰会呢 在10月份马上就要盛大的举办 而且刚刚说呢已经知道是有110多个国家 会确认参与这场高峰会 但是要不要邀请这个发达国家呢 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好 北京想要透过这场盛会去传达什么样的政治讯息呢 宜坤 你的观察 主持人 其实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啦 其实过去算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能量的累积 在这次10周年上面我们看到一带一路 它其实就是要藉由一带一路这个峰会 来透显示出第一个中国对全球的实力的展现 这也是一个大歪招的展示 因为100多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盛事 是可以有一百多个国家同时来参与 这是第一个他们想要展现出他们的实力 当然中国也想透过这个一带一路 去部署它在全球的影响力 某种程度上它是不是要取代 或者是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 这就是值得我们观察 那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透过一带一路这个算 某种程度上算一个政治的工具 它可以让一些参与的国家 在某些议题上面可以跟中国呢 去维持一致的立场 那当然也有人在说 不只是透过一带一路去维持一致立场之外 同时对很多方面的批评 像中国有这个人权的问题 贸易及其他议题的问题的时候 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做一个缓和 所以我们知道说中国其实 利用一带一路去做到达到很多的 政治目的跟经济目的 那最主要呢我觉得对我来说 它还是以拉隆这些盟友为主 不管是透过政治外交经济方面等等 这都是他们的手段 所以说中国时常是利用很多 不同的外交舞台 来展现出他们大国博弈的一个游戏 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舞台 这次也看到说大陆外交部呢 他们有透露一些细节 包括这次一带一路的峰会呢 有开幕式是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呢三个主轴 包括互联互通绿色发展 以及数位经济 有一些高级别的论坛 还有六场专题论坛 现在看到一带一路PK 对上是这个即将要崛起的香料之路 不过也看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叫做帕特鲁舍夫呢 他表示说呢 俄罗斯总统普丁十月份也会访问北京 而且就是要来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高峰会 那么并且呢 会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进行元首的会谈 好 普丁的加持 季文兄你觉得可以为这一次的一带一路峰会 乃至于整个中国拉台多大的声势 那我们知道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普丁是不随便出国 特别是受到国际的冲击 通缉 也因此很多重要的会议 他是没办法去 但是这次还是参加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 正代表他对于这个北京方面给出了面子 而且俄罗斯本身在一带一路这个里面 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地位 首先我们梳理一下什么叫做一带一路 就说白了就是这个路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还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就路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俄罗斯绝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国家 那为什么呢 因为路上丝绸之路分两个 它终点都是欧洲 也就是这个两条路分别是一个是从这个中国 中亚俄罗斯 然后到欧洲 另外一个就是从中国大陆的新疆 巴斯坦 然后南下印度洋到西亚 然后到地中海 从这两条路我们都知道 这个它都要通过中亚新疆 这个周边比较敏感的地区 而这个地区向来是 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势力范围 尤其是我们之前发现 中吉乌铁路在受到这个俄罗斯 变相的一个比较被动的处理 迟迟没有办法开工 但近期其实俄罗斯允许 因此中吉乌铁路 这个有关一带路 重要的路上物流的铁路建设 已经开始推动了 正显示了 俄罗斯只要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 相关的基建 相关的物流 相关的这个路运的顺畅 可以大大的加分 而且因为俄罗斯战争的关系 其实俄罗斯全面调整对外的关系 那事实上就中国的战略能源的来源来讲 其实显得越来越重要 而且大家要记得 不只是一带一路 我们跳脱未来的新航路 比如北极航线 这个俄罗斯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俄罗斯近期 把海参威开放给中国作为贸易港 试想未来北极航线开通 而且东北又获得海参威一个戳海口 它这东北的整个经济就打开了血路 因此从种种 包括俄罗斯重要的地理位置 对中国的能源安全 未来经济重要渠道的北极航线 俄罗斯都是绕不开 非常关键的一个国家 因此不只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本身 甚至对于未来中国大陆 新航路的整个经营来讲 俄罗斯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的一个注意 最近的中美对抗 现在你可以看到中美竞争如此的激烈 可是也看到各自的拉帮结派 都在要成立自己的圈圈 在联合国大会上面 你可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他计划要扩大安理会的 常任理事国的规模 而且是不是要打算 稀释中俄的角色跟他们的影响力 我们先来看安理会改革的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19号 特别出席了联合国大会 而且在大会上面发表演说 他的重点就在于呼吁 对联合国进行改革 要改革什么呢 就是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还有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 除了支持像是印度 日本 德国 跟巴西 这四个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之外 同时还要增加给非洲国家 常任理事国的席次 好 那么现在想要扩大 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规模 我们都知道现在呢 常任理事国呢是五个 所以呢 大家简称为五常 不过这次呢 你不觉得很奇妙的是 在这次联合国大会 五常里面有四常没有来 唯一出席的就是美国 好 这次大家也在想说 那到底联合国的功能 到底还有多大 现在看到了拜登 也就是美国想要扩大 常任理事国的规模 想要增加常任理事国的会员 可是真正的目的就是 稀释中俄的角色 但是这么做 有可能达得成目标吗 Ross 第一 不会达到这个目标 第二 也是会 不会是 也是会喜舍美国的角色吗 所以我 通常我不会说 拜登有什么老人病 他脑袋不清楚 我常常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但是这一次 我真的想问总统 你在想什么 因为如果你扩大的话 对美国的影响力 你听说也会稀释美国的影响力 当然会 虽然我觉得联合国常常是没用 而且中国已经在联合国的 整个联合国体系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很多中国人是在总部 或其他的联合国组织 有做高层的维持工作等等 但是你这样子 那不一定其他的国家都会导致美国的要求 投票或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idea真的是对美国会有负面影响 还有呢 美国是不是有一个错觉就是他 那仍然是拜登的错觉 我要问的是说美国是不是还有一个想法 认为他一直在联合国是有主导的力量 但是你这样子会失去主导的力量 因为印度不会all the time 跟着美国的投票 或按照美国的要求来说话等等 所以一定会对美国的影响力 一定会造成我们不会知道的一些后果 而且加上目前这个timing 这个实际是不对的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乌克兰人跟俄罗斯正在打仗 我觉得这个时候谈扩大案例会 对 这个实际真的是不对的 我们可能要等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真的谈和平 俄罗斯回到一个算是正常国家的角色 才可以谈这件事情 而且光是讨论这个事情 你就可能拿到两张反对票 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嘛 那就算中国不反对的话 起码投弃权也代表了 他不表态 不赞从 可是现在看到日本 巴西 德国 还有印度 大概会跟着美国投票的 应该就是日本 这是for sure的 可是针对这一次的安理会改革 我们也看到了日本有表态 巴西也表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 他出席联合国安理会 这个召开的乌克兰局势相关领袖会议 他就表达了要积极参与安理会的运作 那么特别也看到了巴西总统鲁拉 更是在联合国的大会上面批评安理会 他用正在逐渐失去性欲 这样的形容词在批评 好 那么特别呢 他说呢 其中某些常任理事国发动未经授权的战争 来看到 鲁拉说呢 有一些常任理事国发动未经授权的战争 来寻求领土扩张或是政权更迭 他意思就是虽然他没有点名 不过意思就是在讲俄罗斯 安理会迫切需要改革 使他更具有代表性还有效力 所以宜昆你怎么看 这个现在巴西日本德国印度 我们刚刚讲说日本应该是会跟着投票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扩大 然后让他们加入常任理事国的可能的话 这几个国家你觉得哪个机会最大 日本吗 对啊 因为像刚刚若什有讲 他觉得应该是不会过 但是我们现在讲如果有可能过 这四个国家 日本 巴西 德国 跟印度 这四个国家 谁会比较有机会 我觉得应该要做几点分析嘛 第一个日本 他其实是长期都是联合国里面 第二大的这个提供这个经费的这个国家 那也长期都是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 但是他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跟南海 他们有可能反对 那我们再看到巴西 巴西其实在这个拉丁美洲这些国家里面 他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角色 他其实在联合国上也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 但是我们在地域上面看来 拉丁美洲其实蛮多国家都是反对巴西的 可是又跳到这 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德国 德国现在我们如果以区域方面来讲的话 因为现有的这个常任理事 就是我们看到已经有英国跟法国了 在区域的平衡上面我不觉得德国会有机会 会去担任到这个常任理事 那最后印度 因为印度其实它是算我们现在世界的人口最多的 那经济也有够庞大 那在我们在中国俄罗斯跟美国西方国家上 它永远都会玩一个平衡的游戏 我们看到印度其实是都一直在平衡上 所以说在这众多国家之间我觉得印度是应该最有可能会出任 你反而认为是印度最有可能 印度是最有可能 OK 但这还是要取决于未来的整个国际情势 到底他们的像刚刚有讲到的这个香料之路 到底这会有影响 这我们都要有待后续的观察 不过你可以看到历史的演变真的是很奇妙 这个在战后其实包括了德国跟日本 他们是战败国 当时联合国会成立也都是因为战败国家 然后呢为了避免再次的发生战争 就没有想到现在美日竟然可以联手 那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看到巴西总统鲁拉刚刚说 他特别对联合国的安理会也开炮 可是台面上感觉上是我们讲一看到 就知道他在骂俄罗斯 可是事实上他也是不是也在一语双关 也在同时的批评美国 还有我想请文贾老师带我们来看 就是他们就是美国特别挑选日本 巴西德国跟印度这几个国家 他背后的一些考量 其实两个层面来看 其实巴西德的鲁拉这次 鲁拉这次特别提到说 他有一个部分是不像我们表面上说 他去批评俄罗斯跟美国他没有 他只是说他不希望在北京也好 在这个华盛顿也好 或是说在这个莫斯科 他这样就不要去选边 此外呢他当然也是说 也希望每个各个国家 就是一些中理国家不愿意去介入 所谓的这个乌克兰的战场 那显得意见呢 其实我们一直在读所谓的这个权益转移理论 其实说就会两极化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三极 为什么一个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希望民族国家 一个是以中国俄罗斯跟北韩为主的一个极权国家 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中立 就是印度相比印度就是讲一个就是不结盟 然后东协呢就是讲一个不沾边 不干预 然后呢我看这个巴西呢 他身为这个他认为是这个南美洲的这个第一大国家 他当然他也选择他的战略自主与灵活 此外呢他如果现在激起要去争取 他的这个所谓的传任理事国的话 他这样的人他就不能去得罪 就反正我就反正我就很灵活很中立嘛 那我也不要管你们是怎么样 所以他他是怎么样 第一个部分他也是在这个1946年的1月10号 开议以来呢 他每次都是他第一个这个花园的国家 所以他第一个他占有所谓的这个先持得点 他透过他第一个花园来掌握了主场 来掌握了领先来掌握了话语权 然后呢这样子或许他在营造 他能够加入这个联合国 长任理事国的一个最优秀优先的一个契机 感觉好像是巴西要争取曝光度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spot light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然后增加自己有机会能够进到这个联合国 就是我们讲说入场 可是在最近这个拜登所提出说 除了要增加联合国长任理事国的会员的规模以外 同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他要对于否决权进行改革 因为拜登除了计划说要不给予新任的 刚刚讲说虽然要扩大这个长任理事国的会员人数 可是呢新增加的这些长任理事国呢 没有办法有否决权 而且呢还呼吁安理会其他的长任理事国 把原先现在掌握在手上的否决权的使用 限制在罕见跟特殊的情况之下 其实呢就是在考量万一这些长任理事国呢 动不动就拿出否决权来 那很多事情就做不了了 很多决定没办法做 可是这么一来 如果就算按着美方的规划 这些长任理事国假设新的加热加注进来了 但是没有否决权 那不就变成橡皮图章吗 确实 所以就是我认为拜登这个想法 其实就目前这个联合国的架构来讲 其实单单现有的长任理事国 就会非常的不爽 而且我们看看这个 进入这个里面的几个候选的国家 其实很多都很有争议 比如最明显的就是日本和德国 进入长任理事国的国家 居然境内有外国驻军 大家众所周知的 德国有很多驻欧美军 日本也有很多驻日的美军 这本身在地位上来讲就很讽刺 尤其是要作为长任理事国 它在国际政治 它在经济规模 还有区域的影响力等等 都要一定的代表性 说白了就是兵强马撞 经济又富裕 但这几个国家里面 其实日本 德国 在这个部分 区域影响还有独立自主性 其实就受到质疑 尤其是过去来 我们看到最明显就是日本 日本它的对外政策 完全是跟着美国走 就是说拜登的这个想法 要么就是太天真 要么就是想太多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怀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上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introduced 第一集 按照 这什么 你是 就是 感谢观看